很多NBA球员都喜欢佩戴发带,这就是一个纯粹的装饰品,能让你在场上看起来很时尚,可能是为了耍酷,也可能是为了折弹发季械。 早些年的张姆斯就喜欢戴发带,说真的,老扎的相信戴发,带还挺好看的,至少不丑,另外一些球员就没有他的那么好的天赋了,下面就一起来看看NBA中戴发,带就拿坎的五名球员吧。 五,艾文特纳变成外星人艾文特纳是2010年的榜眼秀,曾经有媒体这么评价特纳,只要能开发出中远距离的投篮,她将成为下一个麦迪。 现在八年过去了,特纳也没有开发出自己的投篮,以前在76人的时候,特纳曾经是过发带这种装饰,但效果奇差,小编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把发带勒在千灵盖上。 四,姚明的画风很奇怪,其实姚明长得并不难看,标准的国字脸,龙眉大眼,然而戴上发带后画风就有点奇怪了,如果姚明从最开始打球就戴发带,可能球迷们能更容易接受一些吧? 三,雷霆三少群上吧,曾经在雷霆三少,哈登和威少戴上发带都不怎么好看,等哥还是现在的墨西干头最帅,而威少用发带和面具, 把自己裹了个严实,远远看去就像是在玩户外骑行,最不好看的还是杜兰特,KD戴上一个纯白色发带,怎么看怎么像连工代表队的球员,而诺天王化身摇滚巨星 诺维茨基一直是一长发的形象世人,标准的日耳门人场,香再加上一副好身材,让诺天王总是等入选歌类NBA选个牌好把,然而配合上一个发带, 诺维茨基温文尔雅的气质瞬间没有了,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穿着球衣的摇滚巨星 一,基得就像考证师傅宇特那一样把发带了在天灵盖上,他还有NBA传奇空位基德 这位全球大师本来就是光头发型,他还把发带弄得那么高,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戴了一个白色的小帽子,也有球迷说记得看起来像街边卖烤肉的,说了那么多不好看的 下面我们说一个带发带好看的球员,可能很多球迷心中的最佳人选是安东尼,不过小编觉得艾福森是NBA历史上带发带最帅的球员,没有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